口罩实名制又再度升级了 从今天开始拿起你的健保卡 走到四大超商的事物机 点一点萤幕 再插入你的健保卡 就可以完成口罩预购 现在从头来教大家详细的购买流程 首先现在事物机的画面右侧 找到防疫大作站口罩取货专区 点进去跟着流程插入健保卡 就会出现跟政府联动的资料画面 确认没错后就可以选择口罩的取货超商 这边要注意的是 目前取货超商只能选择 现在超做的预购门市 以及之前预购取货过的门市 并不是完全的开放假地购买 以地取货 开放首日经过测试 没有排队人潮 也没有网路卡卡的问题 大概20秒就能完成整个流程 我们拿着预购单 走到柜台完成结账 现在还可以享有四大超商的预购优惠 小姐你好 309号 像是到统一超商预购口罩 就有大杯美式满一送一的优惠 另外全家则是拿铁或美式满一送一 其他两家超商也有推出优惠 抢这波口罩商机 那你之前都是怎么预购口罩的 就是爸爸帮我到幼局去排队 现在就是我们就直接在超商 直接就预购直接在超商取货 我从口罩1.0到3.0 其实每一个版本我都有去购买过 我觉得跟2.0版的线上APP 在以我们这种上班族来讲 其实差别没有很大 一个可能就是一个手机 那一个是进超商 那它的好处我觉得可能是 对于一些长者 或者是可能在使用手机 不太方便的人的这些族群上面 对他们的差异性可能会比较大 现在春台至少有超过9000间的便利商店 提供预购口罩服务 但目前还不能随买随拿 这次的预购要等到4月30号才能取货 虽然便利性还有在进步的空间 但也为药局分流减轻更多负担 购买手机 购买虽然便利商店 在3月10日平时 至少时都可以记住 我的两个族搞买到4月30分 因为觉得预购口罩 прид以满意 所以就像这一样 我会观察我们的电视节 如果不太黑 movies 我 voy在这一样